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中国大陆今天公布出来 12月的财新制造业PMI回升到50.9 终于是恢复扩张了 11月是49.9 低于50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 就是所谓的衰退的情况 终于是回到50之上 代表大陆的经济从去年底 开始慢慢有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至于说美国跟欧盟 欧元区也公布出来 去年12月的制造业PMI 欧元区12月的制造业PMI 是表现继续强劲 但是美国并不是那么好 这个Market出来的数字 制造业PMI掉到57.7 这个是创下2020年12月来的低点 虽然说有往下掉 但是57.7还算OK 至少还算是很高的一个情况 但是有明显的有比较往下掉的情势 但股市却是持续走高 此外国际油价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油是涨1%多 布油也涨1%多 看起来油价仍然是愈小不易的状况 另外一个愈小不易就是确诊人数 美国居然单日突破了100万的确诊人数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恐的数字 不过好在不是什么Delta 都是Omicron的相对比较轻震的疫情 另外我们再看到日元 今天是大扁 日元已经扁到115.85了 继续持续去年大扁的行情 目前日元扁值的幅度高达0.5% 来到115.84 这个是日元会价5年来的新低 真的是扁了翻掉了 日元去年全年扁了10% 今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走扁 因为美元指数突破96点 再次要去挑战去年11月 当时接近97点的高点 所以美元太强了 所以其他货币对美元都东倒西外一片了 台股两天大涨300点 其中涨最凶的就是台积电 带领大盘指数往上升 那台积电两天的市值 增加了有一兆台币 大增一兆台币 这个直接台积电市值 越过16兆跟17兆的大关 那在昨天市值增加了4148亿 今天市值再增加了4482亿 6482亿 所以两天市值增加到17.01兆 17.01 下个礼拜台积电要举行法说会 那今年存股到底存什么 很多人可能在问这个问题 存这个台肩这样涨的话 存ETF算了 存0050吗 还是存什么 这种台肩占比最高的ETF 我们今天马上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同时有直播 您上YT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请到的是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集 傅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傅旭你好 穆华兄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大家就在 开年就在问说 那我们今年到底该报什么股票 两天台肩大涨 这两天穆华兄说 你刚才讲说大盘涨了300多点 算大涨 每天都三位数个涨 说实在话 我自己手上的存股 不但不涨还跌 我刚算了 就是说这两天 如果大盘指数扣掉台积电的话 是跌41点 是跌41点 昨天是扣掉台积电 是跌80几点 今天扣掉台积电 只有涨44点 所以扣掉 昨天跟今天指数一算 还跌40几点 所以我觉得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两天 你说大盘家全指数涨 那我手上的股票 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 手上的股票 假如没有台积电的话 可能也不好收 看大盘涨 这样自己手上不动 甚至还有点跌 心里会不开心 也不高兴 但是其实我是很淡然处置 该涨都会涨 不是 我今天就是来分享说 为什么可以淡然处置 就是说为什么当有时候 常常面对这种存股足 常面对这种情况 就是说大盘涨的时候 你手上的股票不动如山 甚至还跌了 还跌给你看 所以心情就会很误准 那时候你就会产生动摇 可能会想要换股 怀疑人生了 开始自我怀疑 怀疑人生 怀疑别人 怀疑政府 我到底是怎么选股的 怎么会那么拉扯 为什么都没有买到台积电 那假如说你假如今天转去台积电 搞不好过个一个礼拜之后 他又跌 那变成两股招臂 抓龟走鳖 你想要这只乌龟 你去追他 但是你本来拥有那只鳖 就跑掉了 存股足常面对这种状况 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不安定感 要怎么克服 我觉得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问题 这个给我们来讲一下你的这个 淡然的一个这种 所谓面对股市这样的变化的一个态度 对我觉得一个重点 就是说各位存股足 或者是你有心要成为存股足的人 你在做股票投资 我觉得最有一个一点你要把握住 你要先为自己设定一个你的年度的报酬目标 报酬率目标 年度就是我今年到底要赚多少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今年要赚 有些人不贪心 比如说我赚5%6%就好了 有些人说稍微积极一点用功一点 我要赚10 11 2% 有些人说我是高手 我要赚15 6% 有些人说我要跟巴菲特看齐 我要赚20% 我才能够满足 有些短线的人甚至说我一年要赚30% 50%都可以都没有关系 那只要今天我们以单纯探讨存股足的话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我这10年的经验下来 我是觉得存股足最舒服 最舒服的报酬率 年报酬率 是12% 12% 12% 12%其实也不错了 七二法则告诉我们 每年12%的话 你这样6年就被翻了 对 等于是说其实我试算过了 你假如说50岁 你好不容易可以存个100万 出来做存股的投资 那你50岁做到65岁 大概这100万 你假如股息在头头可以翻到1000多万 就12%这样翻 我讲的12%不是只有一年12% 年年是12% 其实有一点挑战 对 像巴菲特的生涯的报酬率是年报酬率 大概是22%上下 这目前是看起来是所有基金经理人里面最最高的 最非常那个remarkable的一个一个报酬率 那但是我是觉得一般我们平凡人啊 我是觉得就是定12% 定12% 其实12%我真的觉得也不错了 每年都是12%真的很不错 一开始会觉得不错 大家想说12% 好像也很不错啊 我假如50岁拿100万出来 我可能65岁 我可能就有1000多万 也不错啊 但是刚开始这样不错的心态的时候 当你抱着12%的这个目标进入市场 带着你的100万进入市场 那麻烦事就来了 像去年加权指数 涨23%多将近24% 将近23% 贵买指数涨29%哦 对对大概贵买指数又涨更多 那你看去年加权指数涨23点多 那你假如真的只有赚到12% 心里面又在动摇了 对 那这样 对对对 输给大盘 对 就光输给大盘就让非常的很多人很不爽 就觉得说因为大盘是一个平均值嘛 像不是有最近有个新闻出来说 去年大盘涨23% 台湾股市的总市值增加10兆 10兆的新台币 快11兆 平均每位股民啊 赚90万 这个新闻他大概都有看到 年底这个应景的新闻会出来 就是很出招这样算一下 那假如看到说大盘涨23% 我才赚12% 就会在那边垂心肝 然后人家平均赚95万 结果我没赚到95万 那可能又想说 那我这个不行 我这个投资组合 我必须要做调整放弃 或是把它放弃 我要开始买那种 比较标的股票 那又惨了 那你假如有这种想法 那表示说你可能地狱的门 又要慢慢为你打开了 所以附序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第一个设定年度的投资目标 很重要 你如果真的设定就是12% 10到12% 其实你就坚定下去 你不要因为大盘怎么样就动摇 其实以我的经验 我正式做存股投资 这9年来 像我去年 我虽然我是为自己设定15% 12%等于我会解释说 一般人为什么只要设12% 但是你假如是比较pro级的 比较专业级的 比较多时间研究产业 个股 你可以设定15% 但大部分人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精力 也可能没那个兴趣 那你就设12%刚刚好 那我这9年下来 像我去年 我是49%的报酬率 对 将近五成 那前年2020年我是0.8%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因为2020年是那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全球股市一阵暴跌 我的习惯 道琼从高点跌15%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部位至少砍三层 解码三层 所以那我去年大概五月还是四月 我有做很多的停损动作 所以那波停损 那现在看起来 不该停损 只要继续报 又上去了 报酬率就 但是不管 因为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我的原则 不管了 就是说 这9年下来 我的年均的报酬率是 因为我年底刚算过 是17.6% 9年平均年化报酬率 年化报酬率是 15.7%吗 17.6% 17.6% 那也很好 那你也基进巴菲特的年化报酬率 将近两成的这种 还好啦 因为算是pro级 但是也不算很厉害 但这里面有个选举 不许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是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 谢富旭 在我们节目现场 今年开年的 这个第二个教育日 我们就请到富旭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存股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说 在18000点 这么高水位 现在已经接近到快19000点 还谈存股吗 事实上 其实如果各位仔细思考 这些投资策略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 如果我们用这个投资思维来思考的话 其实 真正决定你投资报酬率的 这个关键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你持有期间多长 而非是什么时候进场 这个我看过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 当然你会说 统计数据不准 这个都是 这个片段的说法 Anyway 我们今天现场就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这个富旭 他过去九年 平均每一年的年化报酬率 将近18% 这个其实真的蛮难做到的 到底富旭是怎么做到 年化报酬率 九年来 每一年都有18% 这个继续来请教富旭 你的心法是什么 其实我先讲说这个12% 大家一听到说好像蛮困难的 因为很多专业的投资公司 可能都不能无法做到这样的目标 但是其实大家仔细来拆解 我大概是怎样的策略 因为你策略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这12%里面 有我们是纯股主 有5个percent是股利 有5个percent是股利 殖利率 殖利率就是靠股息的 那股息是不是相对于股价 它更容易预测 它的确定性更高 比如说中信金 那可能今年可能配个1.2或1.3 大家可能在猜 可能1点 有可能有1.4 但是不管怎么猜 那个差距不会太大 但是中信金今年股价 它到底会跌到哪里 或涨到哪里 就不好猜 你知道吗 高低点很难掌握了 但是它的股息 很多公司的股息 倒是很好猜 你猜其实也不会太早情 不会猜太大 这是第一点 就是你这12%当中 有5%是股利收入 其中两个percent 是所谓的二次的股利收入 第二次除息 因为我的配置里面 常常有很多 4月份 4月份就在除息的公司 对像医院中美金就要除息 中美金我是没买 像4月 我喜欢买那种 一部分是买在那种 456 456算是我们台湾 就是6月底之前除息的公司 除息算淡季 算淡季 对很早除息的 直到11月的时候 又有高股息的ETF在除息 又是一个ETF除息的大旺季 对 那这样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大概会有一部分 是放在那个6月底之前除息的 4月5月 叫做除息着鸟股 那这种除息着鸟股 它假如有填息的话 我就可以在 譬如说在除息旺季 或是11月的时候 再除一次 那这样设定 大概是2%的报酬率 也就是说你这些着鸟除息股 除完息之后 你就会把股票卖掉 然后去买那些 后面要 不会马上卖掉 那是要看说 第一个你会除息 譬如说它4月除息 像群光去年是4月9号除息 就慢慢来等等 然后等到说 譬如说等到 譬如说11月 那个0056除息 那可以把它移过去 类似这样 二次除息的公司 这是2% 所以5加2就7了 那另外5%怎么来 另外5%是透过所谓的价差 因为股票的报酬 有价差跟股利 5%的价差 那5%价差就想说 这个价差是高度不确定性 但是当你对于价差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就可以相对确定很多 了解这个哲学 一年只有5%的价差 其实还蛮保守 因为一天的涨停板是10% 那你存股足你不要贪心 我一年只要价差5%就好了 你知道吗 我想这应该是不会太困难 这个应该是 等一下 我说12%的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人 其实也不用什么绝顶的聪明才智 它就类似 比如说一般有30个学生 你只要排名 成绩排名第25名以上的 大概就可以做得到 你只要稍微有那个所谓的一个策略感 你的目标 比较清楚一点 当你有目标清楚的时候 你的策略就会慢慢出来 最怕的就是说 你的目标是怎么剩 越高越好 那种人最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目标越好表示你没有策略 所以你看哪里强 你就哪里做 那常常怎样 就是两股招臂 追高杀低 就是这样 因为你一年初 你就没有帮你设立一个 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没有目标你就没有策略 没有策略就没有方法 所以这个字 其实这种存股 其实讲透了 它其实是一种 跟你的人生哲学也有关系 那傅旭我请教你 因为存股 你刚刚讲到说 7%是靠这个股息持续率 那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观念 就是它要填息 因为如果你没有填息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值率是赚不到的 那我们怎么去找到 会填息的股票 而且是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填 有些股票它拖很久 它不是不会填 它可能拖半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填 那这种就很磨人了 对不对 而且资金的再利用效率就不好 那我们怎么去找到 很快速 至少我觉得在一个月 或两个月能填息的股票 一个月或两个月是没什么把握 但是通常我会注意这种 能够填息机会高的股票 通常是这么挑的 所以你挑它的以前的配息记录稳定 然后你大概你对这家公司 你研究一下了解一下 今年的状况 就是今年的状况不会太差 或是未来一年的状况 是稳定的 所以通常那种 它的产品或服务是比较高刚性需求的 市场成熟市场的 然后股价又不会 然后在除息前 股价没有突然大涨的 这种股票 通常它的填息机会 而且我们的填息 记录可以在网站上的资料都找不到 比如说这家公司 它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到底是有 六年填息 还是七年填息 这都找得到的资料 这都公开资讯 你可以找 你可以找那种高填息 胜算的股票 加上我刚刚讲了 你做一下 那个这家个股的分析 当然不能百分之百 但是你挑的可能 就会相对填息的胜算 就会相对高很多 那那个 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填息 如果说它可以比较快速填息 如果说在除息前 股价有大幅拉高的话 对那就不要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在拉高的时候 把这个股票卖掉 会 而不去参加除息 有可能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比如说那个 价差 价差 你就把它当成你的股力 OK 对 这个 等于说你先赚股力了 对 所以像今年 我就在注意 比如说群光群电 因为他们去年的走势 就是这样 我称为除息招鸟股 比如说他们去年 就是在 他们都比 他们四月就除息了 2021年 他们走势是这样 像群光 是从大概八十几块 年一月的时候 然后一直涨到106块 在除息前 拉到最高 然后除完息之后 股价就一直跌 但是跌到现在 跌到现在都还在相对低点 像这样的股票 他今年就有可能 有重演他去年的走势 有可能 那假如你又遇到这样 今年又重演去年的走势 比如说你现在在群光八十几块买 他又涨到九十一百 那你未必要参加他的除息 对啊 你就把它卖掉当成股息 你价差都已经有二十块了 对对 就不见得一定要参加除息 对对 而且他除息如果很久才填 对 所以这个要灵活调整 那这样你假如说 挑那种除息淡季做的话 通常这种 那个除息淡季 要除息的股票 反而股价比较容易 有表现的机会 因为市场比较会关注到 那除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税的问题 所以说这些呢 可能我们以后再请傅旭来关注 因为我们也有听众朋友 问到税的问题 下次我们再来请傅旭来谈 非常谢谢傅旭